财经消息 我们来看到荷兰的半导体设备龙头 艾斯莫尔现在换CEO了 这位他是谁 来看到这位是艾斯莫尔的原商务长 他叫福克 今年现任是50岁 他在24日正式的接任了执行长 还有这个总裁的一职务 我们看到新执行长 他一定明白接下来 他要接的就是一个烫手商 山芋 他也直接表明了 接下来持续领导中国大陆的业务 特别强调说中国大陆的业务 将会是他上任之后的重中之重 尤其我们看到目前 中国大陆的业务 对艾斯莫尔来说 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今年光是第一季 就占艾斯莫尔的营收 占比达到了将近一半 49%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 过去三季 也几乎是落在40%到50%之间 而在美国禁令之下 营收占比竟然还是 较去年同期在持续的大幅提升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 遥遥领先的部分 是在韩国的部分 目前占艾斯莫尔的营收 大约落在19% 台湾的占比大约是6% 在美中科技战亿的竞争之下 我们看到拜登 仍然持续的施压荷兰 禁止销售的就是大家 最关注的EUV的光刻机 不可以给中国大陆 甚至说你也不可以提供 这些售后的服务等等 在美国的打压之下 对艾斯莫尔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 我们来看到这一位是 他的最新的行政的总裁 Peter Winnick 他信心的喊话说 美国政府在部分的情况之下 会阻止艾斯莫尔 为中国的客户提供售后服务 但这些限制不会 对我们2025年到2030年的业绩 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此他认为说是因为 受到影响的中国工厂 数量是真的非常的有限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从数据来做一些解读 艾斯莫尔真的不会受到影响吗 今年实际数据也来看到 在第一季的部分 他的财报公布了 营收获利双双都是下跌的 先来看到他的净销售额是53亿欧元 年报减幅度22% 净利的部分 12亿欧元 季减幅度40% 再来看到新增订单 同样较上季下降幅度非常的高 60% 股价因此跳水 重挫11% 数字体现了现况 也难怪荷兰总理吕特 记得吗 在3月底特地飞一趟中国大陆 见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美之间不能脱钩 我们要来看看 这个荷兰这位新上任的执行长 福克 接下来他有首要的任务 是什么 他能够就这个艾斯莫尔 能够焕然一新吗 上次哥怎么看 我想艾斯莫尔很明显的 他们是整理整个团队 来面对现在的地缘政治当中 对他整个尤其美国对他的压迫 那么中国市场还是持续对他需求 尤其是他真的获利来源 很主要的这个获利结构 我们知道其实艾斯莫尔在2022年开始 历经2023年到现在 他已经经历了几波的股价动荡 而这股价动荡 特别是下跌的部分 基本上都跟一旦美国施压 而这个风声对于艾斯莫尔在中国大陆市场有所影响 我想风声 所以他股市就下跌 而且一旦他确定获利的状况 验证了这个压力 就顺从美国的压力好吧 就做一些管制什么东西都不卖的时候 验证了对获利影响就继续下跌 所以他大概的过去股价的幅度是这样 作为一个公司 我大的国际企业在商研商 我想真的为了生存 艾斯莫尔现在是地缘政治 地缘风险下当中 我个人认为是全球比台积电 还这个地缘受到影响的第一名 因为它的影响性的波动真的太大了 所以这个新的部分的团队 我想也摆明了很清楚 当他说中国大陆的业务是重中之重的时候 我认为他已经摆明了立场 他无论如何会抗拒美国 一而再再而三的压力 所以我认为他的行政总裁 他所提到说 2025年到2030年 不会受到距离影响 当然还有5年了 美国会出什么狠招 你哪里可以预测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一个喊话的性质 但我认为总体来说 具体在整个它的运营上 我认为无论如何艾斯莫尔 一定会谨守维修市场 那么在中国大陆现在来讲 它的维修市场还是很大 台湾有那么多的 那么台积电跟半导体科技 当中需要的光刻机 台积电当然艾斯莫尔的 在台湾的工作人数 大概有2000多人 那么在中国大陆的话 1500多人 但是持续的在征裁 我认为跟台湾的人数 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就这样子的规模 你就可以理解到 那么当然中国大陆是以维修 维修要那么多人数 所以开这个市场 维修的获利也不能小看 最后我们大概看的都是 你继续卖多少台 可是维修的部分它通常很少披露 而且我认为现在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部分 因为江湖上始终有在传言 因为就现在来讲 已经可以做到2奈米的部分的地步 都有来自于UV的光刻机 那么大概到这个部分已经接近的 我们现在这一代 所谓半导体科技跟各种专利当中的极限了 后面到1奈米大概就已经是极限了 所以大家现在全部都在发展下一代的半导体科技的时候 这里头完全是个处理地 完全是个蓝海 是不是需要光刻机 一定是爱斯莫尔的光刻机吗 都很难讲 可是都知道现在中国大陆 包括三星 包括台积电 都已经投入对于下一代半导体 大家要争夺专利战 争夺新的技术 争夺新的制程 爱斯莫尔会缺行吗 所以合作才是半导体产业 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我认为在背后当中已经作为一个这么前卫 而且爱斯莫尔自己也在研发 下一道比如说配合氧化加 它的部分的光刻基础是什么 它也要拔得头筹 所以这方面有没有可能对于下一代 美国现在禁令还没有到下一代 都是这代的时候 大家已经往下一步 包括跟中国大陆 乃至我们都知道爱斯莫尔跟台积电 也正在研发下一代光刻 下一代的这个半导体的 研发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 广泛的合作 看起来是有可能突破美国封锁的未来之道 好 看起来不错 不过美国的这个封锁可能会再持续的加大 就算大家不断的往更先进的制程走 那你有怎么看接下来这位新的执行长 要怎么样突破崇尾 所以法新社最新的报道 就直接说他上任最主要的难题 就是在华业务到底要不要进行修正 但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其实福克就已经接受过媒体的访问 他就说过了 半导体的脱钩是不现实的 而且在中国大陆的业务极其重要 因为在去年就正是因为 他们没有办法出货给中国大陆 而导致业绩大幅衰退的一年 而且福克也说了 他会继续跟随现任CEO的路线 而现任的这个温宁克的这个 他也曾经说过 要跟中国大陆脱钩不现实 所以在在都强调了 毕竟这个公司他如果要获利的话 他就不能够缺少中国大陆的市场 而且美方的打压早就已经超脱了 正常商业的合理范围 禁止我卖最新的产品 那也就算了 现在连已经卖的售后服务 还不让我去做 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 就是到底艾斯莫尔会不会同意 或者讲说即便同意之后 他也认为说应该要在程度上 是有所限制跟规范 比如说那我该赚的钱还是要赚 或者讲说什么样程度的售后服务 或什么样程度的维修 是美方所不允许的 你不能够一刀切 反正就是东西卖完了之后 再也不能够跟客户有任何的接触 这对艾斯莫尔来说 这也是不合理的 放在全球的商业规范 也是不合理 因为未来如果中国大陆 就打这个商业的官司跟诉讼的话 那大陆如果赢了 那美国要赔钱吗 或者是接下来 这些光刻机卖不出去的时候 美国要给钱吗 因为过去的案例来讲 似乎也没有 因为对艾斯莫尔最现实的就是 我少卖给中国大陆 将近40亿的欧元 请问美国会补偿我这40亿的欧元吗 当然不会 那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美国的呢 而且实际上我们说 美国的所谓限制或者是压迫 对于艾斯莫尔这一家公司来说 打压的手段比较有限 因为美国也不可能彻底的得罪艾斯莫尔公司 因为毕竟艾斯莫尔也是要出口给美国的许多业界 它也不可能就是完全的绑架了这一家公司 因此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说 它打压华为 打压这个法国的阿尔斯通 打压日本的东芝 它可以肆无忌惮 反正那是别国的企业 而且那是竞争者 可是艾斯莫尔跟美国 它不是竞争跟敌对的关系 是美国也需要艾斯莫尔 所以即便因为中国大陆的关系 需要对艾斯莫尔有重重的施压 或者是勒索 但是这个勒索的状况 其实相对于其他被真正打压封锁的企业来讲 艾斯莫尔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就端视这名新的CEO 他有没有办法面对 未来的美国的商务部长 其他方方面面的需求 然后提出自己正当合理的一些条件 好 谢谢汉婷 那我们持续来往前看 接下来艾斯莫尔的近日 又有什么新的布局 他是在和荷兰的分和恩氏 签了一个异象声明 接下来会在这边要来 进行大规模的扩张 目前协议还没有完全的敲定 但是已经确定是双方将为北部 靠近机场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Brandport Industry Campus的科技园区 要进行重大的一个扩建 在签约之前 我们看到荷兰政府 其实在上个月就已经说了 要来次之27亿美元 来改善此区的基础设施 防止艾斯莫尔把他的业务 因此转到国外去 为什么做这么多 我们可以看到荷兰政府的动作 也是非常非常的积极 因为艾斯莫尔之前吵着说他要出走 为什么艾斯莫尔对荷兰来说这么的重要 政府近期的种种作为 就可以防止艾斯莫尔出走吗 也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在里面等等 大宗老师如何解读 对 因为荷兰政府所启动的计划 叫贝多芬计划 他是真的怕艾斯莫尔出走 因为艾斯莫尔作为荷兰的最大企业之一 还有欧洲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之一 对荷兰当然非常非常关键 所以他是荷兰政府出动大量的金钱 希望能挽留他不要有任何的意外 包括刚刚提到的基础建设 这个27亿美金 还有包括要能够让艾斯莫尔的外籍员工的付税优惠 这里面也拨了十几亿的美金 因为在艾斯莫尔在荷兰总部里面 大概有2万多名员工 其中大概有30%到40%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员工 所以要让这家重要的企业出走 我觉得荷兰政府是下很多很多能力的 现在我觉得重点就是艾斯莫尔 一方面面临到中国大陆 还是他很重大的客户 他不可能放掉 但另外一方面美国压力是如影随形 战略的施压 所以我觉得升回全世界最重要的 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大厂 他的角色意志独秀 但也怀避其罪 美国的施压不会放弃 而且从去年来看 至少从去年到最近的连续三季 再再显示 中国大陆还是他最大的市场 从去年第一季8%的营收 到最近是49% 那在去年赚的每5块钱 可能有一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市场 所以这对他讲是 重中之重是不可能放弃的 但我刚刚讲怀避其罪 所以这位新的总裁兼CEO 这个福克我觉得他的挑战 还是非常非常艰巨 我觉得有点走在钢索上 有点像你看就像地震样 两个板块的挤压 它是承受双边的一个重大重大的压力 那所以重点就是看他如何去做 那美国施压刚讲过 要求他停止售后服务 那现在做大概是说 你还是不能使用美国的产品技术 以及被美国出口管制的零件 还是都不行 那所以现在就是很兴致的状况 艾斯摩尔 看他下一步如何因应 艾斯摩尔现在等于在美中之间 夹缝中求生存 同一个问题怎么 汉庭怎么看 这个荷兰政府最近的动作真的很多 他真的也是非常担心艾斯摩尔出走 因为荷兰近期宣布 会投资25亿的欧元给艾斯摩尔 希望艾斯摩尔留任 那艾斯摩尔之前传出出走 其实有诸多原因 包括美国的打压 以及地缘政治也只是原因之一 其实包含的 第一个是荷兰近期针对企业的加税 就是各种的税收的上涨 所以也导致了 其他的企业也有出走 第二个是因为荷兰的一些政策 它有反移民的政策 那么在艾斯摩尔的很多员工 其实都是非荷兰籍的 因为一些优秀的人才 都是外界大约四成的员工 都是属于非荷兰籍的 所以如果荷兰籍硬要搞移民的排斥 那么对艾斯摩尔公司来说 它就很难生存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出走的相关问题 那因此荷兰政府也知道 因为艾斯摩尔对于荷兰的 GDP的比重非常重要 所以才会大幅度的加大的投资 甚至也跑去大陆说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留住艾斯摩尔 然后这个不要脱钩 都是希望能够争取艾斯摩尔的留任 那么目前为止 就是所谓的投资25亿欧元 可是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光是损失大陆市场 它一记就可以损失30亿欧元 你荷兰政府投资25亿欧元 这个好像也不怎么样 这好像也不怎么样 所以对于艾斯摩尔如果以一家公司的地位来说 赚钱盈利才是主要的目的 所以如何能够防御美国的重重嚇阻打压 然后继续跟大陆保有良好的市场 毕竟艾斯摩尔也知道 如果继续不出货给大陆 未来如果大陆自己研发出了光刻机 那么艾斯摩尔就真的等于是被大陆的市场所淘汰 到时候不是你不卖它 而是你想卖它也没得卖 因为大陆可能自己已经发展出更好的机器 所以这些都是艾斯摩尔在思考的 那么当前最新的状况 就是艾斯摩尔也同意 必须要跟荷兰政府在研绎这所谓新的投资的项目 投资的合约因此目前看起来 似乎留下来的机会比较大 好 也许和您刚刚讲 有可能中国大陆自己未来研发自己的光刻机 不过我们看到它的自举率的部分 尤其在中国大陆目前的晶片 第一季它现在自举率达到了44% 还有一位是育有光刻机支付的是 台积电前技术研发的副总林本坚 他认为说中国大陆光是现有设备 就能够造出5奈米晶片 上次哥怎么看 一定的 我相信 林本坚是这样子 这次其实中国大陆 我们从华为手机看到突破7奈米 那么都知道是中芯 中芯国际株中芯做的 台湾不太多讨论 但是中国大陆讨论不少 直指最大的关键的 就是从台积电所谓的叛逃的梁梦松 要知道当时在台积电 包括林本坚在内跟梁梦松 他们就研发六歧视 而且公认这六个人当中最厉害的 真的就梁梦松 梁梦松是我自己追踪他 研究他很多年了 因为他就是个 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 很神奇命运的传奇人物 半导体在科技当中 大家只指张周谋是经营 可我认为研发当中 梁梦松一定是一个时代人物 他帮三星在当时一度 赢过台积电14奈米 所以我想这最主要是 现在所谓的这种 晶片的堆叠技术 使得现在即使是你7奈米 可能都有机会达到5奈米的能力 而且现在你能够做出7奈米 在任何半导体都知道 表示你现在已经有5奈米的实力了 只是你能不能够良力 或各方面达到而已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甚至今年就有可能看到 中国大陆5奈米的产品 我个人是非常乐观 来看待这件事情 而且梁梦松最经营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